新竹店先暫時的停業 準備到最好的時候 然後再重新的開張這樣子 Pick火鍋店肉質粗暴負責到底 付現暫體營業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還在錄影 錄影結束之後 我就看到了訊息跟電話 然後就馬上來處理這件事情 Pick所經營的野人火鍋新竹店 日前被爆料點了A5和Neo送來的 全市煸餃肉遭到客訴 那因為我是這些店的老闆 負責負責任到底 所以我就最快的先做出一個決定 調了總店的人過去 退回營運時間的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把人調下去 後來也發現總店的這個人手 下去的話總店也會不夠 所以我就直接再新的決定就是說 新竹店先暫時的停業 準備到最好的時候 然後再重新的開張這樣子 我是真的了解之後 我真的覺得就是 大家都是有很辛苦的地方 同情新竹店他們的老闆們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該錯的就是錯 然後該負責就是負責 我跟大家協調之後 我覺得就是你就是先暫停業 然後他們也認同 然後也願意配合 我們就先讓他們 重新整頓到最好的狀態 然後再重新出發 等於預計大家要說什麼 沒有沒有 準備好再說 這家店是直營店 這分店 新竹店是最近開的 也就是有點在疫情比較 然後就是可怕的時候開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壓力 但也不是藉口 人體是賺錢的嗎 我覺得疫情很慘 維持員工的薪水 然後可以繼續的run 我們就已經很感動了 最近是慢慢要變冷了 可能會變好 對 但是你只發生這個事情 我就也不管 就是新竹就是 好好的就先休息一下 整頓好再出發 因為我現在就是人就在外面 對 很容易被公省 所以我就是也要求大家 我就是還是要堅持 我們的肉 其實真的是要弄到最好的 所以當然我們的分店的壓力 成本的壓力 他們就相對就很高 畢竟冷藏肉 它的保存期限是比較 短一點點的 藝人開店 更辛苦的地方就在這 賺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好像藝人很賺錢 但沒賺錢的時候 就好像你們藝人開的店 就是這個樣子 但我就不希望這樣子 大家可以再給他們一個機會 會親自跟那個消費者道歉 我其實都有私訊他 我這兩天其實沒什麼水 然後我就有特地的找到了 這個消費者的FB 然後我有親自的去跟他 就是說明一切一切這樣子 然後他演得很好 就是他也有跟我講說 很抱歉啊什麼的 我不是要把事情這樣講 我說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反而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進步的一個狀態 我們是可以就是被大家指教 是一個這件事 是一個這件事 就是剛才看了 就是 所以這件事 在這件事 ticks 感谢观看